同一四隊先發投手古林瑞陽 今年賽季十場的速賽全部是先發 拿到了四勝 而且防禦率是2.08 那明天兩隊 是兩大洋將的對決 那再進 再次一個訴求 三陣掉了吉腳狗冠 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對決 因為畢竟吉利吉道是非常有力量的一個打者 那你直球跟他對決那種感覺的話 就會變得非常的精彩 打擊率從原本的兩陣六八下滑到了兩陣三八 各隊也會慢慢地去研究他的攻擊習性 這個球來了一個high basketball 三陣掉了劉俊偉 結束了這個半局 古林瑞陽在這個半局投入了兩三陣 雖有保重但是沒有失掉分數 真是太猛了 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 揮棒落空 所以今天葉總給機會 這個球三陣掉了全浩瑋 看古林這一局跟 上個半局一開始一樣 都是連續三顆的直球 後段棒次喔 那來看一下古林瑞陽現在比賽都有安打 所以今天留在先發名單當中 感覺出來喔 用訴求去做一個搶好球速的一個使用 這個訴求塞進來 張宇佳揮棒落空遭到了三陣 兩出局也是古林瑞陽這場比賽的第4K 很刻意地想要去把那一顆球碰掉 所以你感覺出來他刻意地把球要帶進來 但最後那個彈跳比較高的時候 他的手套要動 這時候就來不及 第一個球就走 哇 李凱薇速度戰啊 倒上了二壘啊 球速是頭部當然領先兩號球沒有壞球 上半季已經投了56又三分之一局 揮棒落空又是一個高角度的快速球 三陣掉了郭天信化解了得點圈的危機喔 在這個半局 龍隊雖然有安打 但還是沒有辦法通過下分次 四比下半有41級的發揮 相信這局守備的時候 他的右手應該不痛 那在這個半局 龍隊的第一位打者是 陳思仲 看到已經投到第五局了 到目前為止他的用球數其實還好 那他現在上半季 目前已經投了60局 超過60局 至少上半季 這個進度來講是有大標準的 非常不容易 嗯 這個球沒有問題喔 好球進壘三陣掉了陳思仲 這是這場比賽 古林瑞陽的第6K啊 中外野的同學做事啦 上攻啦 是第八棒的拳浩偉 那今天第一 剛剛應該是不小心拿反的 快 又是一個訴求進來 揮棒落空 再度三陣的拳浩偉 在這個半局 古林瑞陽再標2K啊 再度投出了三上三下 不夠投手一直維持著蠻不錯的實力 一壘上跑者走 這個球傳過去有機會嗎 哇沒有抓到 凱薇上來之後到上了二壘 不過兩次機會都沒有辦法把握住 十三四四二 只插球 普手傳一壘 完成了這個三陣啊 結束了六局上半卫權龍隊的進攻 再度留下得點 雖然慘蕾 柔隊還是沒有辦法鋪骨 林瑞陽手上拿到痕跡 比一下 比一下 比說後面 讓陳思仲不要碰到 年輕的巨砲 跟那個資深的巨砲 這個球只差球 讓陳思仲揮棒落空 遭到了三陣 土林瑞陽這場比賽的第9K 大師兄昨天是先發了DH 四個打數 打出了一支拳雷打 生涯第三百 那這個時候上來代打 整個對決的戲碼 就相當的好看 用個變化球投進來 大師兄點點頭 訴求 讓大師兄回報落空 遭到了三陣 153公里 這是古林瑞陽這場比賽的第10K 結束了這個半局 我在這個半局 魏群龍隊靠著 劉俊瑋的事實安打 分下跟一分兩分一比平手 從我來說 就算是 從我來說 有最重要的 一分之中 祝福 我可以說 我聽到你 你會說